东奥可以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过程 那这节课我们来看利润表如何调整为管理用的利润表 其实还是将经营和金融区分开就可以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调整的思路 这是传统的利润表 第一行是营业收入 然后减去营业省美 然后减去各项费用 接下来得到这营业利润 然后加营业外支出 减营业外收入利润总和减去所得是费用 得到净利润 那我问大家针对于我们教材所谈的企业来说 我们教材所谈的就是工商业企业嘛 那针对于这工商业企业 现在利润表当中 我要区分为经营和金融 经营损益金融损益 哪一个是占主体地位 工商业企业做实业 那肯定是经营损益 这占主要地位 好 那我现在要将两者区分开 第一件事呢 就是将这个金融的损益 把他们给找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比较少 我把他们找出来之后 自然而然两者就分开了 就像啊 我们夏威奇 现在呢 这黑子白子混一起了 有几个黑子混到了这白子里面 那你说我们怎么把它区分开啊 黑子比较少 我把黑子这两三个拿出来就可以了吗 我不可能说 我把白子一个一个 一大堆几十个白子我都拿出来 那这样做就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整个思路 第一件事就是将传统利润表各项损益当中 金融相关的单独找出来 然后我们计算一个结果 得到一个金融损益 然后剩下来的 你把这金融的拿出来之后 剩下来的 这都是经营的吗 然后经营的 我再算一个结果 叫经营损益 然后这两者加起来 经营损益加金融损益 得到的就是净利润 对这个净利润 管理用财务报表下边的 和传统财务报表下边的 这净利润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理解整个调整思路 你会发现 我只是把这两者区分开 我也没有把某些项目剔除掉 或者说某些项目加进来 我也没有改项目后边对应的金额 所以最终这个结果 应该是不发生变化 好 这就是我们管理用利润表 调整的整体思路 照我解释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公式 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 一个是金融损益 一个是经营损益 我就拆成这两部分 这两部分之和 应该是整体经利润 但是同学们 往下看会有这样的公式 他觉得这个是不是矛盾 金融损益 未来我们会算出来一个结果 税后的利息费用 那针对于经营损益呢 算出来一个结果 这是税后 经营 经利润 等会我们再讲这两个概念啊 但是这两个结果 相减得到的是经利润 有同学看 这是不是矛盾呢 你这儿是加 这儿是减 注意啊 后边这一项 我们具体来说是税后 利息费用啊 它是个费用 你前边是什么 是税后经营经利润 一个代表的是利润 一个代表是费用 那你肯定要往一块捡了 你利润加费用得到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工商业企业来说 你这个金融要让你选啊 应该是损还是益啊 对于工商业企业来说 你这个金融方面 筹资 多于资本的利用 主要是筹资 应该是损 而你金融方面是 这两者本身符号就不一样 想表达的含义就不一样 所以两者一减 得到净利润 本质上啊 并没有矛盾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具体的调整过程 我们先把传统的利润表拿过来 要做第一件事啊 把金融相关的全部给挑出来 那首先看第一行 这营业收入减 营业成本 比如说减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这没有问题啊 这全部都是经营相关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呢 主要包括我支付的利息 另外如果有现金折扣 那它也体现在财务费用当中 那如果是现金折扣的话 现金折扣这部分 应该是属于经营的 因为我销售产品才会产生现金折扣这个问题嘛 好 那利息这一块呢 应该是属于金融的 教材给出来一个假设啊 教材 它假设呢 财务费用 全部都是利息费用 好 那对于教材给出来这个案例啊 财务费用 全部是属于金融的 未来 如果你涉及到这方面工作 你真是啊 要调整企业资深的 这财务报本的时候 你其实还要分析具体的项目啊 我们教材 想讲的是一种思路 而不是一个定式 好 接下来是资产减值损失 那资产减值损失呢 我们要看 这什么资产减值的啊 这一块主要应该是金融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呢 是公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变动的 有可能是收益 有可能是损失啊 这个教材给出来呢 是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 这个公允价值变动 其实你也要看是什么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 比如说是投资性房地产 好 那教材这儿给了一个假设啊 他说这个公允价值变动 可能是损 可能是益啊 那这一块 还有下边的投资收益 都是金融资产形成的 那你既然教材给了这假设 好 那对应的这两部分 就应该是属于金融的 还有其他收益这一块 其他收益这一块呢 大多数情况下啊 它都是经营的 其他收益指什么呢 比如说政府补助 比如说你作为企业 你帮助这个每一个具体员工 带缴割税 带缴割税有手续费 好 那这些收益 我们都放在其他收益 这都是和经营相关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教材案例当中 这几项金融的找出来了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啊 要往一个地方放 我们要把它形成这个金融损益 这个金融损益 其实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损 一个是益 你总得确定一个 你才能确定符号吧 你想想我在这边 这财务费用啊 我在左边的时候 我叫财务费用 就对应的是什么 是损 你把我挪过来 你总得确定一个 你到底是损还是益 我才能确定我的符号 你如果说挪到这边 你强调的是益 那我应该还是一个符号吧 我还是费用吗 比如财务费用是负实 那我挪过来 你如果强调的是益 我还是负实 如果你强调的是损 我就变成实了 那现在挪过来之后 大家这一块啊 挑出来之后 挪到右边起了一个名字 叫利息费用 这个利息费用是广义利息费用 它和我们刚才讲 这个利息费用不一样啊 广义利息费用就是 你把所有的这些啊 和金融相关的 你这些挪过来 就金融损益 税前呢 我统成放在一起 叫一个名字 叫利息费用 那你既然是利息费用 对于这道题啊 咱们挑过来三个嘛 一个刚才财务费用当中的 利息费用 还有这个供允价值变动这一块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投资收益 或者是投资损失啊 涉及这三个 你挪过来之后 财务费用 这应该是 不变 符号不变 因为你本身代表的就是费用 你是费用 你挪过来 这边费用 你不应该变符号吗 好 那接下来呢 再过来 你如果在这边 是供允价值变动 收益 我现在是费用 你就变成了一个抵减项 比如说刚才财务费用是十啊 财务费用是十 那挪过来呢 这儿就是利息费用是十 然后你这边供允价值变动 收益 你挪过来 比如说是个 收益五 你挪过来就变成一个 负五 因为我们现在算的 正代表费用 你财务费用这个数 我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你财务费用 利息费用 我直接拿过来 你如果是个收益 就应该是个抵减项 你如果是供允价值变动损失 OK 我单独拿过来 这数拿过来就行了 那投资收益 投资损失也是通常的道理 如果你是收益的话 那应该是个抵减项 是负 比如说负二负三 你是损失的话 损失和这个费用 等于方向是一致的 那我就不用前面加负号了 好 那这一块的负号问题啊 我们从原理上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 等会我们再带入例子 那这一块算完之后呢 这样就得到 其实一个税前的利息费用 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所谓税 然后减去利息费用抵税 就考虑啊 和税相关抵税这个问题 因为你是费用 因为发生了费用 费用是税前劣质 是抵税的嘛 所以要算一个利息费用抵税 简单来说 就是上面啊 你算出来这个结果 广义利息费用这个结果 再乘以一个 所得税税率 但是这儿啊 如果说企业 它的平均税负 和这个所得税率 不一样的话 用谁呢 应该用企业的平均税负 因为什么 因为你整张利润表 你看传统利润表 最终这个所得税费用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看你实际的 所得税费用 所以啊 整张传统的利润表 你要是算这个 所得税税率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企业的平均所得税税率 所以我们现在调整完之后 调整成经营金融 你单独去考虑 所得税影响的话 应该和整张 传统利润表保持一致 不然的话 你算出来结果就不一样了 最终这经营金融就不一样了 等于你改变了一个项目的算法 我们这所得税费用是根据实际 是根据这个企业平均的所得税负来算的 你如果这个算法变了 你等于把其中的一项算法变了 你最终这结果经营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 那现在这两部分算完之后啊 广内利息费用 然后减去利息费用抵税 最终呢就得到税后利益费用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你金融损益 我要算一个结果吗 就叫做税后利益费用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代入这个教材例子啊 来看一下这些符号 我到底应该是用正应付 刚才说财务费用这块全部都是什么 利息费用 那拿过来这110本身就是利息费用 拿到广义利息费用当中 它还是110吗 这就不用变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啊 涉及到投资收益 你是收益 我这算的是一个广义利息费用 怎么办 你这就应该减6 公允价值变动 这一块是0啊 那0无所谓 你加负号或者是不加负号都无所谓 这我就不用考虑它了 所以把这个挪过来就变成负的 因为你是收益 这个呢本身就是费用拿过来 跟这个费用是一样的方向一样 所以就不变 最终算出来是104 104看这 乘以多少 这不是乘25%啊 虽然我们教材 对应这个案例说 所谓税率25% 但是我的平均税负 是多少 32% 这就要用平均税负 咱们之前也讲了 为什么我企业的平均税负 或者说实际税负 跟这个25%不一样 因为涉及到纳粹调整 这些问题 好 这样算出来 税后利益费用 是70.72 这等于是金融这个方面 我们现在就解决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经营方面的内容 好 那刚才我们第一步呢 是把这个金融损益全都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之后 剩下来的 就是经营损益了 那我把剩下来的内容 我算一个合计 这就完了 这就是第二步要做的工作吗 你看从营业收入到营业成本 接下来呢 好 减去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你看财务费用 还有吗 财务费用没了 财务费用去了 金融损益了吗 所以我现在第二步 不需要做什么拆分了 我就是在算一个剩下来的结果 你把经营方面的最终算一个结果 好 得到一个税前经营利润 你不考虑所得税啊 算出来一个结果 叫税前经营利润 这个名称怎么理解啊 首先你没考虑所得税吧 税前 你现在算的是经营损益 那就应该是经营的损 还是益啊 强调益嘛 经营 我是一个做失业的企业 那正常情况下 关于经营这个方面 我应该是有收益的啊 所以算出来是税前经营利润 好 这等于是啊 税前的 接下来你要考虑经营利润所得税 那考虑这部分的时候 还是用32%平均税负 或者说企业实际税负 这是要注意的 然后我们得到经营最终的结果 是税后经营经利润 算出来是206.72 好 接下来我再把经营的和金融的 我拼一起 我看最终结果到底是多少 刚才咱们算这是经营的 最终结果 税后经营经利润是206.72 然后金融这一块呢 我算出来最终的啊 广义的利息费用是104 然后再考虑到底税是70.72 但是不是这俩直接加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费用 你这是利润 你没办法直接加呀 费用应该是负的 你定义利润为正的话 费用就应该是负的嘛 所以是用206.72 减70.72等于136 这是解释一下这符号 你看这儿是正 这儿是负 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金融损 前面应该是经营益 符号不一样啊 这个代表含义不一样 所以这儿呢 应该用负号 最终算出来136 这和传统的利润表 最终净利润结果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我们就结合教材的案例 完成了对于利润表的调整过程 简单回顾一下 其实利润表调整过程 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传统的利润表 好 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其中金融的拿出来 金融的 好 我们算一个广义的利息费用 这个广义利息费用 它是税前的啊 接下来我们要算一个利息费用抵税 然后呢 得到一个金融损益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叫税后的利息费用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就看剩下来的 把剩下来的这些剔除掉啊 这两部分剩下来的 那我就算一个经营方面的啊 先算一个合计 应该是税前的 这名称怎么起啊 剩下来都是经营的嘛 税前 经营利润 你本身是利润表吗 所以这是税前 又是经营方面的 税前经营利润 然后再考虑企业平均税负 最终得到一个 税后 经营 经利润 然后这俩一减 最终呢 就得到净利润 这就是我们整个利润表调整的过程 好 讲完了管理用利润表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表 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管理用现金流量表的调整呢 它并不是基于传统的现金流量表 因为传统现金流量表 因为它编制的问题啊 很多项目 我可能要看具体明细 我才能进行调整 才能区分基因和金融 这就太麻烦了 现在咱们换一个思路 我们之前得到两张表 我就基于之前两张表来进行调整啊 首先来看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右边这一部分呢 是资金来源 好 要进行运营 要进行管理得到的是利润 也就是说啊 对于这些资产 我进行运营得到利润表 这个管理用利润表 我们已经得到了 管理用利润表呢 我现在就拆分成了经营和金融 我能不能借助管理用利润表的这些数据啊 得到现金流呢 咱们这样想 你管理用利润表 它是基于什么原则去编制呢 它是基于全则发生质去编制的 那如果说我要得到现金流的话 无非就是把全则发生质调整成收负实现质 这不就完了吗 如果我能完成这个调整 好 那这个收负实现质下的结果 它本身就是现金流啊 我要的不就是现金流润表了吗 那咱们呢 整体梳理一下啊 好 现在资金来源形成资产 资产呢 形成对应的利润表 利润表是全则发生质 全则发生质 我要调整成收负实现质 这就是现金流了 只不过你这个经营产生的现金流 下一步是不是都能分配给广义的投资者 是不是你经营产生的现金流 现在就可以去发股利 就可以支付给债券人了 其实并不是 还涉及一个问题啊 因为你企业要持续经营 所以你这个经营产生的这现金流 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你还要减去一些必要的投资 我维持生产经营 需要一些必要的投资 你把这个必要投资的现金流减掉 那接下来的是不是就能够回报给管理投资者 这就是我们管理用现金流上表整个编制的思路 其实也并不难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整个调整的过程 涉及到相关概念的可能同学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啊 学的确实挺复杂的 这名称都很长 但是啊 前两张表 你如果说学的还可以 都听明白了 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 你不要对于管理用现金正常表有太多的恐惧 这部分内容未来也非常重要 对于第八章啊 写下评估 可以说啊 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考试这部分考察比较多 但是并不难啊 你不要一上来就被他这些名称给吓着 好 我们来看经负债修搜索权益形成净金资产 这都理解啊 然后它产生了什么 咱们说这资产我运营产生利润 产生利润表 而利润表当中有经营的有金融的 对吧 我要区分开啊 这是经营的 你金融呢 就应该是回报给广义投资者那件事了 咱们现在说资产产生的肯定是经营性质的吧 好 经营性质的最终那个结果叫什么 税后经营净利润吧 这个是全责发生制下的结果 刚才说了你全责发生制 我现在要现金流 那怎么办 全责发生制要调整为收复实现制 回忆一下 我们在利润表编制的时候 无非是整个啊 大体结构收入减去各项的成本费用 对吧 最终得到精力 但是这个成本费用当中有问题 成本费用当中呢 有费现的 有非费现啊 咱们不考虑说收入 你没收过呀啊 咱们假如收入这当年的都收回来了 那你这或者说啊 你每年啊 如果说这个奢销 每一年应赚款啊 它占的比重差不多 其实啊 我们连续来看 没有影响啊 连续来看没有影响 你比如说你第一年 一千万的收入 你有百分之十没收回来 好 那你实际收回来九百万 第二年 你产生一千万的收入 九百万没收回来 九百万收回来了 上年的这一百万收回来了 那是不是第二年 你还收回来一千万呢 你往后看 连续的来看啊 这都是一样的 每年这个收入跟你的现金流 这个收入产生的这个现金流 这两者是一样啊 咱们的假设是每一期后边的 前面这一项 这基础数据真的假如说啊 我就是从第一年开始做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嘛 咱们这儿啊 不去叫这个真儿啊 这收入都是复现的 成本费用当中有复现的 有非复现的 那现在呢 我需要把全的发生制下的 调整成收复实现制下的 我就需要把这些加回来 因为这是收入减去各项成本费用 你多减了这些非复现的 那我现在就要把它加回来 比如说啊 这非复现的有一个十万 你实际花没花 没花 没有这样一个现金流出 你却把它减掉了 那怎么办 我要调整成现金流 我就需要把它加回来 咱们再举个现实当中例子 你收入假如说是一百万 成本费用当中呢 你减了一个复现的五十万 这是实实在在流出的 还有一个非复现的十万 好 你这样去算的话 你全的发生制下最终是四十万 但是呢 现金流是这儿是五十万了 所以我们要在全的发生制的结果基础上 把上边这十万加回来 才得到你真实的现金 到底是多少 好 那我们就需要把非复现这一部分加回来 非复现这一部分指的就是折旧与摊销 这是第一步啊 这第一步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果 经营现金毛流量 为什么它叫毛流量 刚才我们说了 你得到这一部分现金流 不是说立马就能够分配给广义投资者 你还要考虑你生产经营是需要有不断的投入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减去生产基因过程当中的投入 那针对于这个投入啊 现在就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短期投入 一部分是长期投入 那这个投入形成什么 你说这投入我到底该怎么算 投入资金 投入现金流形成资产 再说一遍啊 投入的现金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资产 只不过我们现在是为了经营 所以形成的都是经营性质的资产 那经营性质的资产 我们就分为短期长期 好 那咱们先来看啊 短期投入 投入这些资金形成了这一部分资产的增加 这一部分资产增加 具体来说啊 就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这块怎么理解 你说这部分资产增加 我可以理解为是经营性流动资产增加吗 短期的吗 这是经营性质的 短期的 那为什么还有这个 还有要减去经营性流动负债增加 因为这个经营性流动负债啊 它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资金的供给 它也会去形成对应的这些资产 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所以你真实因为你自己主动投入 形成的应该是两者差额 咱们来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现在啊 就是要增加存货 那你增加存货的话 比如说这存货一共值100元 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增量啊 那现在我要增加100元的存货 我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易 它并不是现款现货 并不是说我增加100元的存货 我就必须从兜里掏出100元呢 那如果说我们之间交易规则是 我始终欠他10% 那我支付多少 我支付给他90就行了 所以应该是用这增加100减去 我额外产生一个应付10元 这样得到一个结果90元 这90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金流 才是从我兜里掏出去的钱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短期的经营上的投入 啊就是用这两部分的差额 经营性流产资产增加 减经营性流产资产增加 这是你实际的一个流出 好 那现在用刚才得到的营业现金毛流量 减去这部分 经营运资本的增加 我们就起了一个名字 叫营业现金净流量 刚才是毛流量 等于是毛流量减短期投资得到净流量 接下来再减去 长期这部分我的投入到底是多少 那整个长期这部分的投入 起个名称啊就叫资本支出 长期我购买长期资产 资本支出现金流出啊 你看你是直接一个净流量减资本支出 所以这资本支出应该是一个现金流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 这资本支出怎么算呢 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然后呢 减去经营性长期负债增加 还要把折旧与贪消加回来 等会咱们再讲一个例子 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这个折旧与贪消 因为折旧与贪消 同学们问题啊 确实比较多 第一方面不理解 这个折旧与贪消 到底指的是本年累计啊 还是说整个这项资产 累计的折旧与贪消啊 这个都搞不清楚 另外为什么这两者最终会抵掉 等会咱们再讲这个问题啊 咱们先把这个公式讲完 好 这是资本支出 你就理解过呀 是一个长期的 一项长期资产 最终我这现金流当年支付了多少 对于这部分 我们再讲一个简单例子啊 为什么是你看 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减去经营性 长期负债增加啊 还要把折旧与贪消加回来 好 假如说呢 我们在年初 我买了一个设备 一百万 这是啊 经营性质的长期的资产 原来没有 对吧 那我今年呢 就买回来了 买回来呢 它现在是一百万 但是到了年底 年初的时候并没有这一项啊 年初的时候是零 我花了一百万买了 你花了一百万买 你当年是不是要提折旧啊 好 当年提折旧 比如说折旧是十万 到了年底 你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去看 这项资产是多少 是九十万 因为你这个长期的经营性资产这一块 你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资产负债表 对吧 所以到年底 你一看就变成了九十万 但是你当年现金流是多少 咱不考虑经营性长期负债增加啊 这就是一个跟刚才咱们例子一样 它就是一个补充 资金的补充啊 就像刚才我要花一百万买 实际我花九十 咱们这下边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要买这设备一百万 那也没有形成负债 你要是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分期负款 那就会涉及到经营性长期负债增加 咱们也不涉及这个问题啊 简化一下 先让大家理解这折旧 它要为什么加回来 好 那现在呢 这一百万是实际的流出 但是到了年末 我去看增加的这个设备是多少 就是九十 那接下来我就需要把这当年提的十万给加回来 才得到我当初买它的时候花多少钱 花了一百万 这是资本支出 好 那前两项呢 我们一合并 前两项一合并 就是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然后再加折旧贪销 好 那从营业现金净流量 然后减去资本支出就得到了实体现金流 这就称之为是经营的现金流 现金流你不是要区分经营和金融吗 好 现在这个就是经营的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 你资产得到的最终这个经营现金流 你要回报谁啊 你要回报广义的投资者 所以它就等于金融的现金流 然后回报给最终的债权人和股东 好 那接下来看这个公式 这整个公式计算过程啊 这儿有一个加折旧与贪销 对吧 这是第一个折旧与贪销 下边还有一个折旧与贪销 但是呢 这是经营现金净 营业现金净流量减资本支出 减资本支出 这个折旧与贪销 这俩这是第二个 这俩就底调了 你从公式上来看 这俩就底调了 那我们再换一个思路理解呢 我们现在分析现金流 你折旧与贪销是非浮现的 本质上来说啊 就不应该对现金流有影响 不应该对最终的现金流有影响 所以它就会底调 但是同学们呢 就会有疑问了 你能底的调吗 你这数值能底的调吗 对吧 你文字底调没有用啊 我看带入一个案例 带入报表当中 你数值怎么能底调呢 就像刚才你说 你这折旧与贪销 跟下边这折旧与贪销 它数值难道就一模一样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主要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折旧与贪销 它指的到底是 什么 是当年累计的 还是说整体这项资产累计的 还是说这个月累计的啊 咱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形 21年年初 没有任何啊 既提折旧 相应的啊 这资产 我在三月份呢 买了一个A设备 原值就是100万 然后四月开始既提折旧 然后每一月呢 我就提一万 那当年一共提了是九个月 从四月开始啊 这固定资产次月开始提吗 从四月开始提 好 我一共提了九个月 九万 这九万记录制造费用 那现在我们看 第一个折旧与贪销 第一个折旧与贪销 这就是费用化的啊 看这儿 这是第一个 你从现金流量的角度来说 你需要把刚才全责发行制的 税后经经纪 是不是加回来 折旧与贪销 这个应该是费用化的吗 这第一个费用化的啊 你记录了什么 你记录了制造费用 这第一个折旧与贪销九万 我们在算营业现金 毛流量的时候 就是用税后 经营净利润 加上这个折旧与贪销九万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折旧与贪销 第二折旧与贪销呢 它其实是用资本支出 减去一个 净经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对吧 你看这第二个贪销 如果单独要求它啊 单独要求它 你看这个公式 资本支出等于 它两者相加 那这个第二个折旧贪销 是不是就用资本支出减 净经性长期资产增加吗 这好理解啊 怎么定义资本支出 刚才也说了 就是针对于 长期的这些经营资产 我到底投入 现金流到底是多少 当年呢 好 那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当年花了一百万吗 你实际支出就是一百万 这个就是资本支出嘛 实际的 长期投入的现金流 这是资本支出 减去净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那这一部分怎么去看呢 当年是年初零 年初没有任何计题啊 折旧探销资产啊 是零 然后到了年末 一共提了九万折旧 我突然发现多了一个 九十一万元的这项资产 这是一个长期的 经营性的资产 好 那这就是净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这道题也没有 或者说这个案例当中 也没有谈 长期的经营性负债 我买了设备也没有分析付款 好 那这就是九十一 所以我用这资本支出 减去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得到的就是九万 你看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啊 数值是一样的 这两者可以抵掉吧 这是第一种情形 同学们说你这第一种情形啊 这太简单了啊 好 咱们呢 再看复杂一点 情景二 现在呢 过了一年啊 2022年年初设备账面价值 九十一万 就是刚才那设备 当年提十二万折旧 到年末呢 账面价值变成了七十九万 六月 我又新增了B设备 这个B设备原值是五百万 每月提折旧五万 当年提折旧就是三十万 好 年末B设备呢 账面价值是四百七十万 原值是五百吗 当年提了三十万元的折旧 到了年末是四百七 现在A B 都进入到了制造费用 这两个折旧啊 这十二万 和这个三十万都进入到了制造费用 那第一个折旧应该是多少呢 第一个折旧费用化的啊 你是基于税后经营性利润 加折旧费用 基于利润表 加回来这个应该是费用化的嘛 这个折旧费用化的应该是四十二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折旧费用费用 还是用这个定义啊 用资本支出减去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咱们也不考虑什么 这个 咱们也不考虑经营性长期负债增加 这一部分啊 不考虑什么买设备分级付款 类似这样的 资本支出 你想想当年 不管A设备B设备 你就想想我一共花多少钱吧 真正啊 花钱花多少 就是我买这B设备 花了五百万吧 所以这个资本支出 就是五百万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算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咱们先来看这个A设备 A设备 注意年初是九十亿万 到了年末变成了七十九万 它其实不是一个增加 而是一个减少 从账面来看啊 它价值不是增加而减少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A设备 这一项长期的经营资产 从账面减少了多少 减少多少呢 减少了12 这是一个-12 减这部分的增加 其实就是加这部分的减少吗 这是一个-12 A设备的啊 A设备的这个算出来了 这其实就不用说净 因为我们并没有谈这个 长期的经营性性者 负债增加这个问题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B这个设备 B这个设备呢 年初 你不用从6月份看 年初它是零 没有B设备 到了年末 你就看GT完折旧是多少 GT完折旧是四百七 所以这个是四百七 这是B设备的 那我们就用500资本支出 减去呢 这是A设备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这是B设备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你算出来结果呢 它还是四十二 这俩是不是还是互相能够抵消啊 所以讲了这两个情形啊 其实就具备代表性了 现实当中呢 我们说第一个和第二个啊 最终它是会抵掉的 好 那从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这折旧与摊销指的是什么 就是本年的发生额 你看第二个情形 对于A设备 我分析的就是当年 本年发生额 十二万 上一年你提的 这九万根本就不考虑了 上一年我们再去进行这个啊 管理用先进量表调整的时候 已经考虑了 到第二年就不考虑了 这是一个本年发生额的问题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折旧与摊销 解释清楚了啊 究竟是什么 另外为什么可以抵消掉 好 这样呢 针对于管理用现金流量表达相关问题 尤其是这个经营现金流量啊 我们就解释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金融现金流量啊 得到了这实体现金流量 实体现金流量 咱们简单再回顾一下啊 刚才内容那么多 我们需要简单消化一下 针对于这个资产 净经营性的资产 好 它产生的是 营业 现金 毛流量 这毛流量是怎么来呢 它也是流量 它是基于 权责发生质来的啊 基于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个税后经营 净利润 这是来源于 还流利润表 然后加折旧与 摊销 得到这个毛流量 毛流量接下来减去 我们通过毛流量减去一系列的投资吗 投资有短期有长期的 减去短期投资 那短期投资投了多少 我就看这些短期的投资 形成了多少的资产吗 这些资金是要形成资产的吗 短期这一块投资 形成呢 就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啊 咱们减写了 这是短期 接下来减长期 长期呢 就是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呢 就是两部分啊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另外还包括折旧与摊销 这样呢 你折旧与摊销就抵了嘛 这下边是减这部分内容 这就抵掉了 然后就得到了实体现金流量 其实简单来说呢 我就是用税后经营经利润 你折旧摊销未来会抵掉吗 然后减去谁啊 减去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就行了啊 等会咱们再这个详细分析下 这个最简单的表述啊 因为这些项目都抵掉了 这对于营业先进毛流量 这一项保留 后边这折旧与摊销 跟他会抵掉吗 然后这抵掉之后 这下边呢 是净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这是经营资本增加 这俩一核叫什么 这俩一核 这不就是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好 现在得到实体现金流量之后 接下来回报黄一投资者 回报给谁 回报给债权人股东 那回报给股东的 到底怎么算呢 回报股东的啊 股力分配是回报给股东的 股票发行 咱们就看 整个这个流向 你看是从企业 回报给股东 流入给股东 或者是债权人吗 好 那现在流入给股东的 我就称之为是正啊 定义 从企业流向股东的 就定义为正 股力分配 钱呢 是从企业到股东是正 那股票发行呢 股票发行是企业募集资金 钱从股东到了企业 这应该是负 股票回购 什么叫回购 我是企业 我从股东手中把股票买回来 这也是资金从企业流向股东 这个也是正 好 这正负关系啊 咱们就分析完了 分析完之后 我们做一个化解啊 这针对于股力分配这一块 咱们呢 表述为净利润减去利润留存 这相当于是企业的净利 那下一步 无非就是留在企业分给股东 那现在第一项股力分配 就可以表述为 我用净利润这个整体减去留存下来了 好 你这样展开之后啊 你把这个括号打开 打开之后就相当于是净利润 减后边整个这一块 那整个这一块呢 如果把括号写上就变成净利润 减去括号利润留存 加股票发行 减股票回购 那整个这一块体现的就是股东权益增加了多少吗 首先利润留存 股东权益增加 股票发行 我筹集到钱 股东权益增加 股票回购呢 它会使得这股票股本这一块减少 大多数情况下会减少 搜索权益会减少 好 那这样呢 我把后半这整合在一起 就是股东权益的增加 未来啊 我们在计算这个股权现金流 就是和这个股东相关的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最终分配给股东啊 这股权现金流 我们经常用这个事情 好 那再往上看 我除了要回报给股东 我还要回报给债权人 因为债权人也给我提供了资金吧 这两者 这都是广义的资金提供者 广义的投资者啊 还是那个思路 我给到债权人的 我是企业 我给到债权的是正 这是税后利息费用 然后呢 再减去金融负债的增加 再加上金融资产的增加啊 金融负债增加这一部分 资金流向是什么呀 资金流向就是相反的啊 我刚才说 给到债权人呢 是正 那现在金融负债增加 是债权人把钱给我 所以这一块呢 应该是前面付好 那金融资产增加呢 这一块就应该是正好 这算是一个抵减项吧 然后这俩一抵 我合在一起 这俩一抵 这是净负债的增加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用税后利息费用啊 减去一个净负债的增加 好 这样呢 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管理用现金流量表啊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那针对于这个回报广义投资者这一部分啊 我们在第八章 针对于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和股东的现金流量 第八章也会经常设计 第八章可能我们用的更多一些 另外关于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具体的题目啊 主要在第八章当中 我们才会见得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带入教材的立体数据 去算一下最终十几千金流量啊 首先这个净金资产 它产生 这是回顾我们概念的过程啊 产生一个 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206.72 这个来源于管理用利润表 我们区分完经营金融 这是经营最后一项 然后加45 这是折旧与摊销啊 教材 并没有谈这个折旧与摊销到底怎么算 他说啊 现在假定啊 折旧与摊销就这么多 好 得到营业先进毛流量 营业先进毛流量 接下来要减据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呢 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那前面这一项呢 应该是谁的增加增量 我们用这三角来代替啊 前边呢 应该是经营性流动资产的增加 这是年末 七百减年初 后边这个呢 是经营性流动 负债的增加 这也是年末减年初 然后得到一个 经营运资本的增加 21 用这个毛流量减这21 等于是251.72减21 是230.72 好 接下来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呢 这是长期经营性资产的增加 减去长期经营性负债的增加 你要在这儿画一个中国号 这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净经营性 长期资产的增加 然后再加折就参销 这就是资本支出 三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刚才得到的净流量 减这三百 这个实体现金流量是负的 负的69.28 好 计算出实体现金流量之后 你别看它是个负的 我依然需要考虑 股权的现金流量 债权的现金流量 为什么呢 因为即便是个负的 比如说我现在不考虑 债务的现金流量 我只考虑股权现金流量啊 假如说实体现金流量 这是经营的现金流量 我算出来是 负10 不代表我就不分股利啊 很可能是我分了 比如说20的股利 但是我又从股东手里筹集了30 那合在一起还是负10 所以接下来啊 我继续算啊 这是经营的现金流量 或者叫实体现金流量 接下来我要算金融的现金流量 金融的现金流量呢 就分配给了谁 一个是股东 一个是债权人 先来算针对于股东 股权现金流量直接就这样算 刚才咱们推导过了啊 是用净利润减股东权益增加 好净利润这个好取出 我直接从利润表取出 然后股东权益增加呢 我就看年初减年末嘛 136减80得出来56 股权现金流56 好接下来看债务现金流量 债务现金流量呢 就用税后利息费用 这是啊支付给债权人的 但是呢净负债又增加 就等于我现在又从债权人那 筹集资金了 这样我们合集在一起 是负的125.28 这俩一加就是负的69.28 等于是你经营的现金流量 和金融的现金流量 最终是一样的 这也符合我们整个 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嘛 因为这些资金形成了这些资产 这些资产带来的最终的现金流 你肯定要回报给广益的投资者 好那这样呢 针对于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简单梳理一下啊 调整过程 其实调整过程简单说起来啊 首先从这个进金资产出发 资产带来了相应的收益 大家收益呢 这个利润我先调整成为现金流啊 这是营业现金毛流量 它就等于税后 经营经利润来源于利润表的 然后加上一个折旧与参销 这就是毛流量 减去短期的投资啊 短期的投资呢 就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然后再减去长期的投资 长期的投资呢 就是资本支出 然后就得到了实体现金流量 没有什么复杂嘛 实体现金流量 这是资产带来的 接下来呢 要回报给 你资产是由谁提供的 资产是由债权人股东提供的 接下来那实体现金流量呢 就分给股东 分配给债权人 你分为股东的现金流 就是用净利润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那上面这个分给债权人 现金流呢 就应该是税后的利息费用 这是支付给债权人的 然后呢 再减去净负债的 增加 那接下来啊 这一部分就关于管理用力 这个现金流量表 经常呢出文字类的选择题 尤其是出多选 同学们看到各个选项之后啊 就懵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是没有掌握扎实 我们不是背公式 我们要做一个梳理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整个思路 你整个实体现金流 谁带来的呀 是资产带来的 资产经营才带来现金流嘛 这资产 它首先形成了这个利润 我们对于利润下的这个全特发生质进行调整 调整得到谁 税后进行净利润 因为对于利润表 我们拆不成经营金融的 你现在资产经营带来了 肯定是经营的这个利润 税后经营净利润 然后加折去探销 这就完成了 从全特发生质到收复实现质一个转变 它就变成了什么 现金流 你看你从全特发生质 调整为收复实现质名称 就从利润 对吧 到现金流量 只不过这是一个毛流量 然后这毛流量我要减去长短期的投资 这是短期的投资 只不过短期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投入 一方面可能还有这种交易习惯产生的 这个供应商 他给你的资金支持 你也形成了流动负担 因为你这样理解 因为你要持有更多的 咱们简单说 持有更多的流动资产 所以才会产生更多的流动负债 你实际的投入就应该是两者差额 前面还要加金银两字 所以这个短期的投资 就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营运资本就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这是短期投资 接下来这长期的投资 就是包括这两部分 一部分是净经营性 长期资产增加 这俩一底 因为我要买这设备 这是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对吧 因为我要买这设备 又产生了分期付款 又产生了这种长期应付款 这不就是经营性的长期负债吗 所以这俩一底 才是你涉及到这个长期资产 当期你到底现金流投了多少 等于它体现了两个问题 因为我购置这项资产 这个增加是购置这项资产 你购置这个资产的买这项资产 你会涉及到 奢购的问题吧 你实际的投入是多少 咱们这资本支出啊 就是一个长期的资产 你实际投入 我买这个资产 这对应第一项 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好 涉及到奢购 我要把它减掉 涉及到 折旧与贪销 因为我当年年终花了一百万 你到年末看它 这项资产增加 在账面上是已经把折旧抵掉 所以我要把它加回来 好 那这一块呢 我们整体上称之为是资本支付 这是长期的投入 这是短期的投入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俩一抵 折旧与贪销一抵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税后经营经利润 减经营资产 怎么样 这是实体现金流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从最开始最复杂 一共是七项到三项到最后的两项 这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表达方式 当然我还可以做一些变形 咱们这就不展开去说了 这等于从第一项是七个税后经营经理润 这是最详细的 整个思路就是从 这个经营方面的利润 全的方式调整成收付这颜值 对吧 把折旧与贪销加过来 再减短期的长期的投资 那短期长期的投资呢 我们都考虑了一个资产增加 然后可能存在奢购 我想买一百块钱东西 现在我奢购欠别人可能二十 这样我实际的现金流是八十吗 我要考虑啊 这个奢购产生的这种负债 它并不是真实现金流出 另外呢 你长期资产还涉及折旧 这当年折旧会影响你最终这年末数 年末体现出来 并不是我当年实际的现金流出 你得把这个考虑进来 所以从七项现在变成了三项 毛流量 这是流量了 接下来考虑投入 两项投入 短期投入 长期投入嘛 短期投入就叫经营资本增加 长期投入就叫资本支出 那接下来我再合并 再精简一些 就把其中的折旧与贪销一抵 那起点不变 税后经营经利润 减去经营资产增加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 经营上的这个净利润 减去投资 就是最终你可以分配给股东和债权人的 你听听最后 我们是一步一步 其实化解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净利减投入 最终开始分嘛 是不是这道理 最终分给了债权人和股东 好 讲完了国内容财务报表 这部分内容之后 我们来看几道练习题 16年这道多选题 甲公司是制造业企业 采用管理用财务报表进行分析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甲公司金融负债的有什么 A优先股 首先啊 所有者权益 这是属于金融 我们之前强调这个问题 然后这优先股 优先股我们国家呢 是固定股息 所以划分的时候呢 又放在了金融负债当中 当然这个负债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负债 我们如果再算企业的净负债的时候 那你可不能把优先股也算在金融负债当中去减金融资产啊 但是你要是广义的去谈 它也是属于金融负债 答案呢 是选了A B融资租赁形成的租赁负债 这一块呢 我们现在租赁准则有一个调整 它不分为什么经营租赁融资租赁啊 但是我们理解它本身的含义 就是你融资租赁也是为了筹集资金形成的嘛 所以这属于金融负债 然后应付股利 应付股利全都是金融的 你如果是应收 咱们考虑投资目的 你应付的话就是筹资 它不会有其他的金融控制的目的啊 你筹集资金不可能你控制别人呢 那我们再来看第无锡 无锡的应付票率一般是交易习惯产生的 所以这个啊是属于经营 前面ABC 是这道题的答案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多选题 下来关于实体现金流量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实体现金流量是可以提供给债权人和股东的税后的现金流量 这个表述呢是正确的 首先实体现金流量根据我们之前这图 实体现金流量最终回报广义投资者债权人和股东嘛 而且都是税后的 你想想提供给债权人那是什么 税后这个利息费用减经负债增加嘛 税后利息费用 净利润减股东权益增加 对于股东的啊 那净利润也是税后的 A表示正确啊 实体现金流量是企业经营现金流量正确 这是我们对于经营分析的一个结果嘛 C选项实体现金流量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扣除净经营资产增加之后的剩余部分是正确的 想想我们之前画那个图 7 3 2 从最复杂的到中间的到最后 最后这个 咱们说就是利润减投资 就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是经营的这个结果 减去经营方面的投资 经营方面的投资就会导致净经资产增加 第实体现金流量是营业现金 净流量扣除资本支出之后剩余的部分 那营业现金净流量 它是从毛流量减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等于是减一个短期的投资 然后到这儿 这叫营业现金净流量 再减长期的 这是资本支出 那这样就得到了最终的经营现金流量 也就是实体现金流量 对D这个表述也是正确的 这道题ABCD全是正确的 好 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甲公司2011年税后经营净利润250万 折旧与摊销是55万 然后经营营运资本净增加是80万 分配股利50万 税后利益费用65万 经负债增加5万 当年未发行权益证券 下来说法正确的是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7点开始 在计算这个实体现金流量的时候 7点就应该是250万 这是税后经营经济率 接下来呢是加折旧与摊销55万 然后再减去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已经告诉你了 经营运资本的增加减80 然后再减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对不起 不知道啊 没告诉我们 没关系 不知道 我就假设它是RX 这样呢 我就得到实体现金流量 实体现金流量 回报给广义投资者 回报给股东和债权人 回报这部分呢 这是金融现金流量 实体现金流量和金融流量 是相等的嘛 和金融的现金流量啊 那我看能不能算出来 你回报给股东和债权人 分别是多少呢 咱们来看一下 分配股利50万 没有去谈 我到底是不是又从 这个股东手里抽取资金呢 没有啊 没有发行什么权益证券 所以分配给这个股东的 就是50万 咱们说分配给股东的啊 从企业分配股东的 就是正 接下来我们看债券人 债券人呢 是税后利息费用 分给债券人是正65 净负债增加呢 是50 经负债增加呢 又从债券人手中 筹集了这么多资金 这样呢 一底应该是多少 是15 然后金融这块合计就是65 所以实体也应该是65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部分算出来 对吧 这是305 再减80 这样得到呢 营业现金净流量应该就是225 然后再减资本支出得到呢 是65 那你资本支出就应该是160 那来看ABC这几个选项啊 资本支出160正确 实体现金上65正确啊 然后债务现金流量50 错应该是15 营业现金 毛流量 营业现金毛流量 是225 这是错的 营业现金毛流量应该是这一部分 对吧 应该是305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C和D 好 那这道题啊 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啊 下来关于实体现金流量计算的工作当中 正确的是 A 实体现金流量等于净利润加税后利益费用 减净经营资产净投资 A选项看起来好奇怪啊 你如果前面这一部分换成什么 税后经营净利润 那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税后经营净利润 然后减去这投资 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净经资产净投资 就是净经营资产增加吧 好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关键问题 咱们就看前面这两个项 净利润加税后利益费用 是不是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 那回忆一下啊 管理用利润表相关内容 应该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税后利息费用 等于净利润 那现在它等于什么 不就等于净利润加上一个税后利益费用 所以这个A的表述是正确的 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732当中啊 这最简单的表达 B 实体现金费用量等于 营业现金毛流量 这等于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加折据摊销 然后减经营营资本的增加 减资本支出 这个也是正确的 这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这个3嘛 然后再来看实体现金费用量 实体现金费用量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减 经营性资产的增加 那这个表述啊 是错误了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净 经营资产增加 它应该是什么 净经营资产增加啊 注意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展开呢 应该是经营性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性负债的增加 因为你净经资产是经营资产减经营负债 你现在求的是个增量 也应该是什么 也应该是这两个 你都要考虑的啊 所以C这个表述呢 这是错误的 它等于是针对刚才咱们说的2 把经营性资产给展开了 但是呢 你少漏了一项 你只考虑了经营性资产 你没有考虑经营性负债 好 再来看递选项啊 实体现金流量呢 等于税后经营经利润 这是七点 减经营性营运资产增加 没问题 减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那这后边俩 我如果在这符号一变啊 把它扩起来 减号变加号 就相当于税后经营经利润 减去一个净经营资产增加嘛 所以D这个表述也是正确的 你看这道题 它一方面呢 就是围绕着 把这个税后经营经利润 把它 税后经营经利润展开了 把这起点展开 和这个利润表建立起来联系 然后第二个呢 主要是把这个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把它给展开 净经营资产增加 你可以这样理解啊 你站在什么呢 站在它的构成角度去看 你可以说我从资产和负债去看 对吧 经营性质的资产减经营性质的负债 这不是净经营资产吗 只不过咱们算都是增量嘛 或者说我从时间构成的角度去分开 这是性质构成 一个是长期的 一个是短期的 等于这C选项 这是从构成 去把这个净经营资产增加展开 它漏了一项 漏了一项经营性负债增加 那D选项等于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展开 一个是短期的 短期的是经营性资产增加 长期呢 应该是净经营性长期资产增加 所以这个D是正确的 C是错误的 我们在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比较关键的是 你自己要不断的去梳理 去思考这个问题 没事拿一张白纸把它画出来 你真正把它理解透了 好 那我看什么样题 问题都不大 你反复刷题 你没有理解根本性质的问题 对吧 我没有理解根本性质的构成 我看这条题 我就发现它背后是怎么出题的 就像我刚才画出来 我看这条题啊 你无非就是这样去区分 然后这条题呢 无非是针对于这个整体净经资产呢 我按照时间划分 或者是按照负债资产去划分 你看到背后的东西理解透了 你再去做题 就会非常轻松 不要盲目刷题啊 我们之前也说过 你如果刷题不思考 你不如不刷题 不如去玩放松一下 好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呢 就应该是ABD 好 这样呢 针对于管理用的财务报表 这三张表如何调整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这下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